所以很多外國人現在是國族不前 就我們現在台灣人還是馬祖人 反而要天天去中國去對岸 我覺得這給國際上一個很奇怪的訊號 當國際間都對中國的電子支付 非常的防範 因為它有所謂的後門城市 結果我們台灣反而要去擁抱 中國的這樣的一種電子支付 所以我真的覺得中國這樣做 剛才目的一個很簡單 就是對台灣統戰 因為你未來拿了這個卡片 這個福馬這個同城通 你可以到中國去 你可以在對岸福建 你可以搭地鐵 你可以搭公車 你可以購物 可以各種的門票 它有很多的優惠 同樣的未來 中國的人拿了這個卡片 到馬祖也可以同樣來使用 也可以搭乘馬祖的公車 也可以來馬祖消費 它就要形成一個 馬祖跟福建整個一日生活圈 同樣 雖然我們看 我們現在好像我們去中國還要換人民幣 中國人來馬祖還要換台幣 可是有了這個卡 就不用貨幣了 就是變成說兩岸之間 直接用這個卡連在一起了 你的金流就連在一起了 所以我覺得它要製造的是這樣的一種假象 然後未來馬祖 事情之後下一個就是金門 金門完了之後下一個是澎湖 我覺得它是步步進逼 所以你看我為什麼這一次 富庚奇到了這個中國去 四月二十八號 他跟這個中國叫做文化與旅遊部的副部長 饒權見面 結果呢本來也有個大禮 說中國觀光會來花蓮 會來台灣 富庚奇去了之前 哇信思淡淡 感覺這個大禮包都要帶回來了 結果只開放一個馬祖 我大家覺得 好像這個雷森大禮有點小 好像這個事情就會無疾而終 結果沒有 現在他就先從馬祖先試行 試行成功之後 再往其他地方推動 特別是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所以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同 反響的一個認知戰 還有把它連在一起裡面 很重要的一環 台灣不能不注意 所以在這裡來講 欸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所以 韋傑 這怎麼樣可以違反法律嗎 因為任何人民跟地方政府 是沒有權力直接去做 這些相關的 這些協定 這是一個協定 可以這樣做嗎 當然我覺得 如果政府之間的協定 如果說中央政府認為 這是不妥適的 我覺得應該趕快跟地方政府 來做一個說明 或是說禁止 所以不管是剛剛在座來賓提到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 這個輔馬同城通的一個使用 如果是基於這個 兩地的民眾的一個生活的方便性 當然不影響整個國家安全 或是說有國家後門的一個危機 那我覺得或許在生活上基於方便 因為可能他們離那邊近 或許可以 但是如果大家已經提出這樣的疑慮的話 那而且可能在大家可能有認為說 這個是在五二零之前 中國大陸的一些可能統戰一個手段 那我覺得呢 我覺得中央政府應該還 如果說真的覺得不行 趕快跟地方政府講 你不能隨便片面 但是如果說這個是一般民間自己私人 因為說像我們到港澳去 也會買一些他們那些什麼巴達通之類 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不影響國家安全的 我覺得那或許那不可以 因為是這樣子啦 而且是這樣就是說 你講的什麼巴達通什麼 那只是在他們中國境內 現在這一個所謂的同城通 是可以到馬祖來通 這個就不一樣啦 你如果只是在中國裡面通 那是他們的事跟我們什麼關係 有些時候我們也不用抗拒大陸大陸的同胞 不是不是不是 大陸民眾來啊 最主要是這個是法律規定 要經過中央政府來談的 中央政府決定 我覺得就跟他明確講 你不能自己先地方自己決定 他的申請的過程是民眾到縣政府去 把資料交給連江縣縣政府之後 連江縣政府居然為了跟他們合作之後 把民眾的資料再交給福州市政府 然後去辦一個這個福州市政府 百分之百持股的一個卡 所以說如果是屬於地方自治市市項的話 我當然覺得 這個不是地方自治市項 這不是已經是兩岸之間的一個協定 政府去跟別人的政府 而且我說真的 我告訴你 這完全跟你講的 你搞清楚一點 民間行為不一樣 這是地方政府對地方政府 那我們有個尚未法律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我不太能接受韋傑剛剛講 就是說那中央跟地方好好溝通 溝通什麼 法律 你可以直接要求 不要溝通 要求他就好了 不是要求嘛 我不用要求什麼 你就自己知道不能違法嗎 你違法難道我什麼事情 你違法後 因為你沒有跟我事先溝通 這是什麼道理 不合邏輯 完全不對 連江縣政府對這件事情 到現在不敢有回應 你就是逾越了法律 你就是沒有這個授權 你就是不可以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我告訴各位 老共的居心是什麼 老共是要把臺灣香港化 他比照什麼模式 各位還記得嗎 香港廣東珠海有個大灣區計畫 還記得嗎 他就是要這樣搞 所以將來就什麼 福建 馬祖 然後就進去了 領導都進去了 就符合他的計畫 把臺灣香港化 把臺灣內政化 這他要行鎖的 我能理解 但是我說如果大陸的民眾來到臺灣 可以認同臺灣也很好啊 為什麼 我們也可以反統戰 這樣子覺得我們會不會統戰 韋傑你又搞不清楚 第一個 你不能違背法律 對 這個法律是第一要務 我跟你講 這是兩個層次的問題 你不要搞在一起 我們沒有說不歡迎陸客來 我們的陸委會很早就宣布 歡迎他們來 是他們不讓他們的人做來的 這是兩件事情 今天是連將縣政府違法 跳過中央政府直接拿著人民的資料 像話嗎 到對岸去 這對嗎 這第一點 第二點我就說 老共的圖謀是什麼 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一定是對 就像剛剛那個范老師所講的 馬祖在金門 在離島 由外到內來包圍 然後行鎖臺灣問題內政化 叫像漁越海峽中心一樣的道理 大家看不出來他在幹什麼 他不只是對臺灣認知作戰 他也在對國際認知作戰 然後他用經濟在誘惡 來麻痺你的人心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個 董好 你怎麼來看這個 馬祖縣政府 這種脫序的行為 沒有 就講好了 就配合 他就配合 配合福州市政府 拜託 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如果知道 他在想什麼 他心裡在想什麼 正常的縣市首長本來就不會這樣子幹 你說那個經濟力量有多大 全馬祖住在最多的地方在哪裡 在桃園的巴德好不好 桃園的巴德是馬祖人最多的地方 你說要去對面 要去中國觀光旅遊 飛福州 可以看麻煩 為什麼要搞這個 拿馬祖 拿馬祖跟福州做個四點嘛 四點就搞什麼 就搞統一嘛 那為什麼馬祖縣政府 竟然去聽中國的話 違反我們自己國家的法律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應該罰辦啊 他就讀你 你中央政府能怎麼樣 你要罰我嗎 你要把我停職嗎 你敢幫我停職嗎 我明選的 而且最主要是馬祖怎麼選啊 然後 然後因為這個事情 臺灣內部勢必就產生产生爭論 產生分裂嘛 這就是北京要看到的嘛 他當然可以直接遙控現在的那個 馬祖縣政府 他才會這樣子幹啊 我說經濟利益沒有很大 但是引起我們自己的內部內部的爭論 分裂 這才是在要的 然後對外可以做一個和平統一 和平統一的包裝嘛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當然被綁架嘛 國民黨即使裡面的人不認同 也必須跟著幫 想辦法幫忙 廉長縣政府辯護嘛 你一定被迫要幫徐曉青辯護 是一樣的嘛 徐曉青是有能力綁架國民黨的 就是這麼一回事啊 這樣大家聽到啦 所以這樣來說 欸 國民黨也是很嫌分的 勇哥還有另外一個關係 但是這個當時兩岸關係條例 是國民黨自己立的 現在不是他主席 國民黨那是多數 在那個李登輝跟馬英九的時代裡面 是多數這是法律 是你們國民黨自己立的 還有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除了國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外 就像是嚴峰你現在台北市議員 台北市政府可以跟 可以幫特定的發卡的廠商來做廣告嗎 如果有 土力啊 對 那他現在為什麼可以幫一個 這是犯罪 中國百分之百 中國福州所擁有的這樣的一個卡 來做推銷 替他宣傳 幫他推銷還來幫他辦 這有沒有圖利 我覺得這個檢察官 你也可以用圖利罪來思考一下 所以檢察官思考一下 不過我們在這裡另外一個議題 跟台北市也有關 就是民眾黨五一九 草根行動記者會 他說 結果被台灣國踢館喊話說 黃國昌啊你在做什麼秀 五一九上街要嗆民進黨 招移轉移三大案的焦點 其實已經是五大案了啦 結果柯文哲怎麼講 他說打一個月你們打不出什麼名堂 柯文哲 你的五大弊案啊 你打了八年啊 什麼都打不出一個名堂 所以你上街 嗯 大家也在問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看個相關報導來 推動改革 民眾做主 政府就職前展開五一九行動 還要踩進民進黨家門口踢館 中舞台搭在北平東路 呼籲草根改革 雙街前先在監察院前喊話 廢考監 當年就是被監察院彈禾 才變成台北市長了 廢考監兩院 其實國民黨也贊成 我們今天要求的改革 就從民進黨曾經答應過的改革開始做起 不過柯文哲已經收到520就職典禮邀請 表態國家重要大典不會缺席 但不參加晚宴 另一邊國民黨會不會參與520 還是未知數 目前還沒有收到邀請 那我們想收到以後再正式答覆 不管他是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 甚至其他的黨籍 甚至無黨的 其實台灣大多數的人民 還是沒有政黨的黨籍 我們鼓勵所有人都可以一起上街頭 柯文哲先釋出善意 519不分黨派人越多越好 獨派團體台灣國可看不下去 要民眾黨刮別人鬍子之前 先照照鏡子 在民眾黨的支持度是下降的話 那他們做這件事情有沒有正當心 所以我希望每天早上他們七點半的晨會 柯文哲可以自己檢討一下自己 柯文哲五大案纏身 上街頭也被質疑是想轉移周點 這個三大案 我想一想我還是開一個專訪 來足以回答 因為我看你們這樣 其實已經打一個都有 我看你打不出什麼名堂 柯文哲畢端幾乎天天一爆 恐怕也擔心人設翻車 小草出走 趕緊預告將開專訪 一次說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 議員質疑 你市場的改建違反程序 結果柯文哲竟然嗆說 當年審預算的時候 你們這些議員是白癡嗎 他要問所有出來講話的議員 你們是白癡嗎 竟然這樣說 柯文哲才是小偷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他這個 他每次都很喜歡用一些話術 想要置換 我跟大家說 這個叫做小偷被偷 他去偷東西 然後他還問說 是你們沒有發現我偷 所以他現在的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他當時去搞這個市場的時候 裡面的這些迷迷在移轉一些焦點 另外就是在圖利相關的人的 網友在質疑的這些 他現在被發現了說 當時是你們 是你們沒有發現的 所以你們這些白癡 所以你的形容是說 小偷偷東西 然後被抓到說 你們當時為什麼沒有 是你沒有發現我在偷 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我跟大家說 第一個 漁果市場 你為什麼要撿像發包 目的不就是為了想要搶政機嗎 對不對 你去把原本八層樓跟六層樓的 結果一個三的三層樓 然後你到最後蓋出來的東西 你的機電設備 你的消防設備 沒有地方放 請問這一棟樓能用嗎 最後再來追加預算 那你說我們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要不是現在爆發出來的話 我們去跟你們調資料 我們也不會知道那麼多的內容嘛 再來像我昨天我在講 南港轉運在BOT 這個是第五案 為什麼我講說他是第五案 第一個跟北市科二點零一樣 他公期延宕非常的嚴重 他的合約裡面載明二零二零年得標 二零二五年也就是明年的年底 你就應該要蓋好而且要營運 結果他現在十九層樓 他只蓋了七層樓 而且那七層樓 樓地板 只有到一樓 七層樓 是他那個剛夠到七層樓 所以還沒有地板 沒有天羅板都沒有 都沒有 所以然後再來呢 供應處去查核的時候 就有跟他講說 你的進度落後了 你要繳這個 你當時要這個興建的進度表 你的要繳這個資料 要二月份去查到現在五月了 新手自知不理 根本就擺爛 那可以叫台北市政府 蔣萬安準備跟他解約 趕快處理 然後再催垢了以後 就就把他解約 你看這個是建管處 他寫說幾年要完工 二零二九 所以相對來說 他至少會延宕四年 那像這樣你本來罰於 就是你規定是二零二五年 結果你要到二零二九年 要罰 該罰要罰 本來就是應該要罰 而且對於這樣子履約不利的廠商 你要怎麼處理 就是蔣萬安的問題 然後再來 大家可以看到 過去柯文哲 我們在講說 這個日盛生 這個臺北轉運站 然後市府轉運站 柯文哲那時候在指 說馬英九徒利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在質疑說 那個臺北轉運站的時候 他的主結構九趴 其他都拿來蓋商場 百貨公司 甚至是這個住宅對不對 結果現在柯文哲你的任內 你才八點一二趴 你比你過去 你在質疑馬英九的時候 的日盛生還要更低 那你更不用講說 這個市府轉運站 然後再來還有你把全力金一次 兩次三次不斷的下修 他現在六點一億加上租金 就得標了 新售得標 結果他跟第一次跟第三次的 這個招商差了多少錢 差了將近快十億 等於是市府損失了將近十億元 柯文哲你要不要出來說清楚 所以今天還有就是他們過去的這個幕僚 就有講說柯文哲過去在密會審慶金 不只一次 這個是待過市長 市的人都知道 這個是今天他柯文哲過去的幕僚講的話 結果你知道嗎 我去調了紀錄 這個是柯文哲過去在二零一四年 選市長的時候說 他就任的時候 連政公約 說所有的這個市府的主管 以及首長的行程 都要登錄列管備查 結果你知道嗎 我去調了資料 我問他說那柯文哲二零 從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二年 他有沒有去被查 有沒有去登錄 市府怎麼回我 都沒有 所以代表什麼柯文哲 你如果都沒有登錄 你任何的行程 如果今天依據柯玉安所講的 你不只跟審慶金見面 而且是常常見面 那你們是把臺北市政府的市長是當成是你們密室協商的地方嗎 你們見面幾次 你們談了什麼樣子的內容 完全沒有紀錄 那如果這不是密會財團 什麼才是密會財團 所以他常常罵財團說拿刀叉吃人肉 原來柯文哲對那個拿刀叉吃人肉的人 好像如果按照這樣子 如果有圖利的嫌疑的話 還提供人肉給他吃 這很奇怪 不過不是只有柯文哲奇怪 民眾黨還有一個人跟柯文哲在搶權力的 那個人也很奇怪 那個人叫黃國昌 他現在跟林淑芬互槓盧州開發案 侯友余說有疑慮 市府有責任向市民報告 在這裡最好玩的是黃國昌 轟中央卡盧州發展 結果人家盧州市民 怎麼有這個事情 要講盧州 你輸林淑芬太多太多 林淑芬對盧州太熟太熟太熟了 結果黃國昌轟中央 目的要合體侯友余 未選二零二六新北市長 所以國民黨有可能禮浪二零二六 給黃國昌嗎 在地議員指出兩個關鍵 說黃國昌應該想要走什麼 新竹模式 第二個 新北市人口是全國最高 國民黨地方選舉 都民進黨更優勢 完全沒有誘因要禮浪黃國昌 不過黃國昌可能在想 國民黨應該會禮浪他 韋傑 是 會禮浪嗎 我想應該不會 我們現在扶上台面的人選 就這麼多 怎麼會禮浪黃國昌 至少還有個韋傑是不是 韋傑 韋傑要有誰 李四川 李四川 林毅華 柳和蘭 洪夢凱 都是啊 都是我們很強的人選 可是他們都沒有黃國昌有戰鬥力 黃國昌戰鬥力是你們國民黨比不上的 我覺得黃國昌有戰鬥力 但他的戰鬥力用在西北 適不適用 還是一個問號 李懷愉 我常講 他先把汐止的問題處理完 再來討論 新北的問題 他曾經在汐止當過立委 大家也知道 他還是第一個被提罷免的人 他還沒回到汐止地區 把這些當時的民眾 告訴他未來的願景是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他第一步 我常講哪裡跌倒 哪裡站起來 那你應該先把從汐止開始出發 你不是把服務處設在板橋 然後就說你要選新北市市長 我覺得因為他過去在汐止 選過區域型的立委 他應該先把他越南的基本盤 鞏固好了 再來說他往新北市去走 他搞不好跑去你的地盤 沒關係 我歡迎他來找我 他不敢 黃國昌本質是個懦夫 他當初為什麼汐止不敢選連任 因為他至少選不上 不過 黃國昌是不是懦夫 很多人說從一件事看得出來 林索芬說來辯論 他不敢 結果他不敢辯論 你跳下去 四字挑兩者 黃毅川找他辯論他也不敢 他現在聽說他要找賴清德辯論 然後他說不 我建議 黃國昌 你最好去找習近平辯論 這樣子你就是全世界最偉大的 我已經 확진了那麼多 我已经做了